他修了邪法 他劝他的一些朋友们 都跟他一样去信邪法 把邪法当正法 把正法看作邪法 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倡的 《无量寿经》的汇集本 一直到现在反对的声音很多 李宾南老巨师得到这个本子 当年在台中开讲的时候 好像是1950年 对于民国39年 1950年 那个时候就有人批评 不过 那个时代的人 心地还比较纯厚 批评还不是直接 这是人家的德行 讲得很含蓄 现在人没有这种含蓄的情绪了 没有了 严厉的职责 受这个影响的人 所以同学来问我 那怎么办呢 我说随他去 过有音乐 这是什么呢 自己认识不清